大聲歡呼 互相擁抱 因為一路走來不容易 贏得比賽真的太開心 青少年棒球賽極戰九天 台北市代表隊脫穎而出 這次以3比2的成績 拿下金控杯少棒賽冠軍 小選手們不畏風雨 在比賽中大顯身手 這次比賽相當精采 各縣市的隊伍 在對戰中 都有優秀表現 這次也特別邀請上一屆賽事的 MVP球員高盛凱 和銀行總經理 一同擔任開球嘉賓 總經理清零現場 為小選手們加油 身體力行支持台灣體育賽事 少棒比賽 能夠鼓勵很多有興趣 有理想的小朋友 投入少棒運動 那藉由比賽也可以挑選出 優秀的中華隊的隊員 那麼參加更多的比賽 去為國家爭取更多的光榮 鼓勵熱愛棒球的孩子 勇敢追求棒球夢 是賽事的初衷 也希望超棒賽 能夠作為國際賽的前哨戰 讓更多選手登上更大的國際舞台 再選台南做不到